夜市滿滿的人潮卻有一台白色空拍機 低空飛在夜市上空 不少民眾紛紛抬頭看就怕他突然掉了下來 白衣男子看不下去 上前跟疑似操作空拍機的紅衣長髮男理論 兩人在路中互相咆哮 越罵越大聲引來民眾圍觀 白衣男更找來朋友擋作紅衣男去路 原來他疑似玩空拍機 還想騎乘電動車進入行人徒步區 種種危險行為遭到民眾呵斥 事發在嘉義知名的文化錄夜市 13號晚上 這名紅衣男子疑似在滿世人潮的夜市 玩起空拍機 飛行高度還越來越低 讓民眾逛個夜市還得提心吊膽 遠景貨報趕到現場 只見男子手中拿著空拍機 站在路旁 並沒有操作行為 而與他爭論的白衣男也已經不見蹤影 那經道場查處發現有一流性民眾 手持空拍機及遙控器 微微進行操控 到底是誰在夜市玩空拍機 警方需要揪出來 而移民航法空拍機 飛在限制區域需要事先申請 飛行高度不得超過120公尺 更不能飛行於夜間與人群聚集地 會議規定依法最高可開罰30萬元 TVBS新聞紀鑑和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